北京时间9月24日,在猛龙对威吉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,刚刚经历过将亿的科幻莱昂纳德接受了采访,表示对于在马次发生的一切并不感到后悔,并对加蒙猛龙感到兴奋,期间甚至数度大响, 看起来心情不错,莱昂纳德,不后悔离开马次很兴奋,能加蒙猛龙莱昂纳德两项媒体聚莱昂纳德开场台,就令人脱干意外,面对记者的提问,你是个怎样的人? 他表示,我是个有趣的人,显然我热爱篮球,记者随后问莱昂纳德,是否对在马次发生的一切感到后悔,莱昂纳德回答道,我不后悔,我想要抓住这支球队, 专注于今天将要面对的这一段旅程,对于马次和蒙猛龙之间的这笔交易,莱昂纳德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,得知自己加盲一支优秀的球队, 来到一座如此热爱篮球的优秀城市,我感到很兴奋,对于曾引发无数猜测的再猛龙的未来,莱昂纳德表示,我想在这里打球,经历过这么多事,我想要上场打球, 我带着开放的心态来到这里,想要做一些很棒的事情,确保自己全身心投入到球场之上,日复一日去必争胜利,如果你期待未来,那么就必须经历现在,对于目前的健康情况,莱昂纳德这,现在我感觉很好,已经准备好上场打球了, 莱昂纳德2011年进入联盟,指引生涯前七个赛季军在马次度过,从一名防守,工兵型的侧翼成长为工房俱佳的联盟顶级巨星,上赛季, 他因为伤病恢复等问题,与马次产生分歧,最终关系彻底卷裂,在正式提出交易申请之后,被送到了猛龙, 明年夏天,莱昂纳德将又全力跳出合同,成为完全自由球员,由于此前有消息称,他想要到一个大市场的球队打球,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可能不会留在猛龙山丘